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0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万维图报 我是Cherry 就在越来越多民众争相准出中国之际 11月10日网上传出消息 有移民部闻刚刚连夜接到公司指令 删除微信朋友圈里所有和移民相关的内容 推出所有移民大群 该消息还称 已经有同行被请喝茶 移民行业可能即将面临整顿 不知未来还有没有移民公司帮助大家转了 不过相关消息还无法得到证实 自由亚洲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取得第三任期 传他积极备战攻打台湾 并推动公司合营 而清零防疫政策也未见放松 在此背景下 移民正成为中国热门话题 但时日 自称位于江苏的社媒账号 桑林移民签证 永居护照项目方发帖 曾有移民顾问连夜接到通知 要删除社媒朋友圈里所有和移民相关的话题 甚至称有顾问被约谈 文中还预计移民行业可能即将面临整顿 记者时日在微博实测发现移民话题未被完全屏蔽 但单日阅读量只有73000 而且顶制贴文不法 我是真的不喜欢国外生活等内容 移民话题似有被人为降温的迹象 不过关于移民的超话 依然能继续在微博存在 在微信方面 移民的微信指数高达3834万 记者也能轻松搜寻到关于移民多国的资料 近日中国墙内旅船限制移民 或资本家外逃 需缴买命钱的消息 令有意移民的中国国民如惊弓之鸟 南华早报9日报道 如今的中国 但凡稍微有点钱的人都在考虑是不是要润 本月初四川一家酒店 举办了一次长达三天的移民座谈 结果这家酒店被移民顾问定满了 报道引述移民顾问说 当前中国的中高阶层有钱人存在忧虑 原因是经济衰退及房价下跌 令他们的身家缩水 因此身家净值较高的个人正加快申请签证 未取得海外公民身份铺路 报道指出 二十大没有减轻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的不确定性 而在中国内部有钱人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移民潮 报道引述一位叫做李芳的女士说 她的丈夫是广东一家民营公司的合伙人 过去她一直犹豫是否移民 到了最近二十大之后 她决定移民 她说她身边的朋友都有相同的想法 这位女士坦言 我们感到忧虑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在新时代之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会如何改变社会 以及其所带来的冲击将会如何影响 我们今天的生活 即影像何方 中共二十大结束不久 党内新一波整肃就已经开始 近日现任中共央行副行长范一龙从办公室被直接带走 拘留审查 有分析指出 虽然中共每天都上演反腐大戏 但抓捕范一龙一事格外引人注目 这不仅是因为范一龙作为一个副部级干部 在事先一点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被捕 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这又是一个王岐山系统主要人马被整肃 因此外界难免会有传言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共内部整肃的对象 海外民运人士王丹撰文分析 从各种情况分析 说王岐山处于危险的境地 其地位岌岌可危是有一定根据的 最近几年王岐山的好友地产大亨任志强 因为批评习近平判18年 有王岐山大管家之称的董红也被判死缓 中共元老前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孙子姚庆 今年也一度被拘留 而姚庆也是王岐山的妻职 短短几年时间 身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好友亲信家人 纷纷被收监入狱 按照习近平过去整肃周永康等人 从外围和亲信突破的手法看 王岐山很可能已经被确定为打击目标 文章进一步分析 习近平要整肃党内对手 拿王岐山下手也是不难想象的 首先王岐山在中共体系内门生顾旧很多 说他有自己的人马 也就是外界说的金融帮并不为过 这当然是习近平最忌讳的 其次王岐山并非血统意义上的红二代 只是中共元老的女婿 但依然属于太子党 最近红二代中的马小丽 陶思亮等公开对防疫政策提出批判 看得出来红二代对习近平的不满还是存在的 打王岐山也就是敲山正虎打给红二代看 第三点 习近平打破邦规连任 面对各种挑战和党内的不满 习的内心没有安全感 而没有安全感的人 对于任何被外界认为能力超过他的人 都有天生的忌惮 而王岐山正是这样的人 最后一点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在习近平第一任期中 王岐山被赋予党内整肃的调查大权 因此想必会掌握太多的党内贪腐的资料 习近平虽然高举反腐大旗 但自己的家族本身并不干净 在这种情况下 手中掌握的材料越多 其实是越危险的事情 周永康的落马已经是前车之鉴 王岐山也很有可能因为接触太多秘密 成为习近平的心腹之患 文章最后写道 当然 以上都是根据过去中共党内整肃的经验做出的分析 王岐山会不会被整肃 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整肃 我们都并不知情 但是 从班一龙几分钟内 就从高级干部变成接下球的事件 我们完全可以认定 中共党内新一轮的整肃已经开始 谁会是更大的目标 相信很快就会有更明确的迹象出现 由于10月通膨放缓超过预期 引发市场揣测 美联储可能不再激进升息 11月10日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大涨 创下超两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其中 科技股巨头涨势凌厉 据报道 美国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较去年同期上升7.7% 低于上个月的8.2% 8个月来首见低于8% 这让担心持续升息 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人 欢欣鼓舞 股市掀起空头回补热潮 10日当天 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涨 1200点涨幅3.7% 标准波尔指数 静阳超过200点涨幅5.54% 纳斯达克指数暴涨760点 涨幅高达7.35% 一度是华尔街宠轮 但在2022年 熊市表现黯淡的科技股 是当天的最大赢家 回答 跳涨约14% Alphabet走高7.6% 苹果 亚马逊微软的市值 均上涨超过1000亿美元 专业人士表示 CPI降温事件大事 过去几个月 穿业人士一直在说通膨已鉴定 但数据没有体现出来 这让大家感到非常沮丧 这是第一次真的在数据中体现出来 市场预期美联储政策利率 将于明年5月前后 在接近4.9%的水准触定 不过 旧金山联准银行总裁戴利 和达拉斯联准银行总裁洛根 对最新的通膨数据表示欢迎 但同时警告 抗通膨的战斗远未结束 此外 一些投资人也警告 10日的涨幅可能过头了 市场非常渴望 以美联储转向为题材进行交易 但从一个数据来看 市场有点超前 位于德国西北部的杜伊斯堡 有德国的中国城之称 过去5年来 杜伊斯堡一直在同华为合作 打造智能城市 但这项合作一直都有争议 现在该市决定暂停相关的合作 该市府官员表示 暂停的一部分原因是 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 据南华早报报道 杜伊斯堡市2018年签署备忘录与华为合作 将制作欧洲最大内陆港 从传统工业城转型为服务导向的智慧城市 包括使用先进的第五代 行动 通讯技术 筑旗港口物流 教育 交通基础设施等现代化 报道披露 杜伊斯堡这份与华为合作协议 10月份到期后就被市府从官网车下 市府官员说 鉴于当前俄罗斯与北京的关系 短期内不会更新此协议 该市市长林克办公室发言人菲尔勒斯也证实 现在与华为的合作全都暂停 在该市尚在等待 德国联邦政府和欧盟对这项合作的评估 这位女发言人表示 德国政府和欧盟将考虑 包括中俄关系在内的诸多因素后 再就杜伊斯堡通华为是否应继续合作作出评估 而杜伊斯堡政府则会在柏林和布鲁塞尔 作出评估之后 再重新定位通华为的关系 过去几个月 德国政界正在重新审视对华关系 在同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问题上 也比数年前变得更加谨慎 就在本周三 德国政府刚刚叫停了中资企业 收购德国芯片厂的计划 而过去几年当中 对华为的质疑声越来越高 德国情报部门警告说 一旦在通讯网络等敏感基础设施中 采用华为设备 德国就有可能会面临渗透及破坏的风险 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 这表明对中国投资广开大门 中国通往欧洲大门自居的 都伊斯堡政策大转弯 德国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所学者赫麦迪指出 长期来说 该是与华为的伙伴关系不太可能恢复 华为此前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 这让华为成为非常没有吸引力的伙伴 此外 中国投资对都伊斯堡市最初的承诺都没有兑现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